大家好,我是小鹅 很多人炒四季豆时 不是焯水就是过油 焯水呢,营养流失严重 过油不够营养健康 今天分享不要的炒法 入味下饭营养不流失 首先四季豆撕掉筋络 再切成细丝 这种切法更好炒熟 也更入味 再准备葱姜蒜辣椒 切好之后放一边备用 锅中加少许油 油热放入四季豆 再加适量的盐 炒至断生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样的美食 不知道吃什么的 可以收藏,点赞,关注,加转发 方便以后查找 我们另起锅放入五花肉 小火煸炒出油 炒至金黄色 再放入小料 加少许料酒去腥 翻炒均匀炒出小料的香味 再放入四季豆 翻炒均匀 炒熟 切丝的四季豆 特别容易熟 炒熟后加入生抽 鸡精提鲜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的四季豆五花肉 真的超级的好吃 特别的下饭 每次做都要忍不住 多吃几碗米饭 做法超简单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